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一改往日这样看房的这种视频体验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appers非常出名的Bridge站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是上过美国地理杂志的漂亮小区 是在全美排名有前三的美丽小区 因为这个小区是真的是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的好 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自然风光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这个小区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发商叫Johnson Johnson这个开发商是起源于二战时期美国进攻企业名下的一个开发商 所以就相当于美国国企开发商嘛 所以这个开发商的口碑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呢这个开发商在这个小区开的好几年了 整个小区非常的大 是休斯顿属有屈指可属的很大的小区 它在全美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小区的开发基本上全都是中档 等以上的这种房子 所以它的起价基本上就在35万美金左右 那上部风云150万要200万美金的都有 就是这些小区它一共有大大小小的这种小公园有好几个 然后我只说最大的这种公务员和活动设施是有三个的 它有一个有三个都带着泳池 然后它有很多泳池 有经济泳池 有Lizzy River Lizzy River就是就是一个泳圈藏在那边就可以转的那种泳池 那个泳池没有建好 所以那个我拍不到 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玩的有各种滑梯的泳池 像这种大的型的泳池就有三个 然后它大大小小的滑梯啊 然后小孩的娱乐设施就是不计其数的几十个的这种 走几步你都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娱乐设施的区间 所以说你买在这三个任何一个位置 基本上在十分钟以内 不仅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活动的地方 所以这个小区的设施和规划真的是非常的棒 小区的物业分是1250美金 它就是这些工人啊 他需要捡草捡垃圾 然后维护花花草草 然后割草种树 所有的这些仪器都出自于物业费当中 然后地税的税率是3.64 为什么会比起来地方高一些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区会比较稀 那这么大的一片地 然后维护花年纪将近它的三分之一 那么十个人平均地税 还是六个人八个人平均地税就体现在这个水域上面了 然后呢 这个小区有24个建商组成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小区找到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您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建商你喜欢的风格 来建你喜欢的房子 您的选择性真的是非常的多 并且是现在来说最新颖的别墅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是非常的棒的 刚才我们也能看得到这个小区很漂亮的自然资源 然后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 比如健身房 泳池 这个都有非常多个 那么光泳池就有三四个泳池 有竞技泳池 有想好玩水的泳池 有那种有滑梯的泳池 还有Lazy River Lazy River就是那种躺在游泳圈上 它就可以转的那种泳池 那种都有 所以这个小区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公园的配置 然后呢 在这个小区当中的房子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地税 小贵地税的税率是3.64的 这个税率当然是取之渔民用之渔民的 因为整个小区三分之一的面积都有来做氯化了 那么不是十个人平摊这个地税 还是八个人平摊这个地税 就体现在了这个方面 但是您的这个地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随着您的房间越来越旧 小区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旧的 情况下 税率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说如果您对亚光城门有考虑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小区会不是你的首选 但是如果您对小树型的这个小区 或者是其他的学区啊 人口啊 各方面的 其他的考量比较 放在您的首位的话 那这个小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是Darling Home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这边有四车库 这是一个样板间 所以门口是有话谈的 其实这边就是一个Dryway 一二三四四个车库 这是一套旗舰价格75万美金左右 如果全部完成 加上家装建下来差不多80美金左右 和85万美金以内的一个房子 一进门 非常高挑的打厅 我们先往右手边看一下 他右手边这边就是洗衣房 这个地方是车库门 里面是车库改造的办公室 左手边进来就是一个客卧 这个房子的客卧是很大的 中间的床是Queen的床 然后客卧的窗户有两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的客卧都是调高的 这个客卧的调高 调高到了20个费差不多 所以很敞亮的感觉 然后再往右手边走 是客卧的洗手间 客卧的淋浴间 客卧的衣帽间 Darling Home是一个很高端的建商 所以Darling Home的品质也是 这是主餐厅 看他主餐厅调高的感觉 为什么我都重点说调高 是因为调高的感觉越好 这个房子给通动性就越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客厅的位置了 看这个大大的推拉门 如果您开party的话 推拉门跟外边的padiu融为一体 非常漂亮的厨房 如果您这个厨房有特殊的要求 可以加装三县式的冰箱 也可以做中式厨房 如果您想做中式厨房的话 中式厨房的位置可能是在这个房间 这边给您加一个房间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厨房后面有一个储藏室 放柴米油盐 这个房间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 壁炉是在早餐厅的 早餐厅两个窗户 这边一个窗户 这边一个窗户 所以很漂亮 好 现在我们就进 主卧看一下 往这边走 就是卧室的区域 房子是有两个楼梯的 这是副楼梯 副楼梯的旁边是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边是一个书房 Darling Home的窗户非常多 你看它好多的房子都是这样 两面的窗户 所以整个房子通透性是非常棒的 而且它的里面就是这个书房 在主卧的门口 这样的话主人在办公完了之后 或者看完书之后 直接来卧室休息 看主卧的跳高 主卧洗手间双开门 移进来之后 一个 两个洗手台 女士洗手台要宽一些 然后这边举个巨大的另一间 衣帽间有两个门 但是其实里面是可以通起来的 这是一个衣帽间 旁边还有一个衣帽间 你可以选择这两个衣帽间分开 也可以选择这两个衣帽间通起来 衣帽间很大 马桶可以选择一个马桶 也可以选择两个马桶 这些都是你可以更改的 我们要是从副楼梯上去的话呢 就是会看到楼上的那几个卧室 现在我们先不从副楼梯上去 我们现在就看看一楼还有什么特别的 一楼把这个mini room 也就是这个放映厅放在了一楼 那个放映厅门口是一个酒柜 放映厅放在了一楼 这个房子的活动是大多数都放在了一楼 之前我们看的好多房子的活动室都是在二楼的 但是这个是把主要的活动空间都放在一楼 不知道这种设计您喜不喜欢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就是有game room 还有三个卧室 所以这房子一共是五个卧室 一楼两个卧室 二楼三个卧室 我们现在到了二楼了 好 我们先往右手边走 三个卧室是挨在一起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是其中有一个卧室 带着飘窗 卧室都在洗手间 到第二个卧室看一下 这是第二个卧室 这个卧室稍微小一点 但是都在洗手间 比较高端的房子就洗手间非常的多 而且厕所的这个高档程度 直接就决定了房子的档次 每一个房间都带着洗手间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个厕所呢就是二楼的客位 如果您在二楼活动的话 要上到洗手间 这边是二楼的game room 你可以在这打台球 下棋之类的 这边两个门都有储藏间的位置 然后我们从这边出来 二楼是有阳台的 有很多的买家很喜欢有阳台的房子 因为看上去会这个非常有风光 如果你买的是湖景房 当然是一定要加阳台的 如果你买的不是湖景房 其实阳台也不一定是必须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 感谢观看